相關行程的關係 所以馬雲金招委應該是 又決定說這個考察太平島的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在會期當中 所以可能會延期舉辦 區域穩定 那像台海局勢一直以來都沒有 都一直不穩定 難道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做嗎 不是因為區域穩定的關係 主要還是擔心比如說 我預計啦 可能是比如說氣候可能會有變化 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個 5月16號那個禮拜 有很重要的許多表決 國會改革無法等等 5月17號應該會進行表決 那我們希望會前沿到期 所以怕天氣有時候有什麼變化 5月16號不是 他們本來訂5月16嘛 5月16號去考察 萬一如果天氣有什麼變化 的話5月17號來不及回來表決 這個主要還是考慮表決的事情 跟區域穩定到底沒有關係 區域長期以來都是一樣的局勢嘛 就像台海局勢一直以來也都不穩定 但是我們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一樣 這其他的事情還是要去詢問 馬文君趙偉 因為由他決定嘛 他是趙偉嘛 不是說漫談在那邊 不是說漫談在那邊 還是說漫談在那邊 是說漫談在那裡 нужно出現 你就算大了 那句話 我真的心疼